买给我儿子的 我儿子现在在读大学了 打算让他做新房的婚房的 2月12号吧 晚上来定的来看的 那时候这边就是那个绿色的我 借助我还遮着呢 因为我看不出上面有什么啥情况 只是沙牌了大致看了一下 就是那个方方正正的 没有像现在这样幅度那么大的 现在我一看我拿掉了 这弹起头来怎么感觉不一样了 好像这我们北面的一个房间 两个卫生间还有一个厨房 全部关系就倒住了 方女士看中的房子 在宁波海手区建发春江月 开发商是宁波赵惠房地产有限公司 总价大约379万 认购协议书里写着定金10万元 房子在18楼 有一段架空的梁横在18楼与19楼中间 采访时是中午12点左右 能看到18楼的窗户上半部分有一块阴影 方女士说 就是这根腰线影响了采光 18楼呢 它是一个正常的楼层 没有什么有不利因素 或者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跟客户买这些 也会跟客户确认跟他讲清楚 这一层啊 它上面19层 它是有一个腰线的 之前接待方女士的销售并不是这位小周 开发商说 对方已经离开了这个项目 方女士说 当天她来看了大概四个小时 就决定认购了 儿子还特地问会不会影响采光 她说采光这是不受影响的 还好呢 就是刮风倒雨 就是能够遮倒一下 跟你们家没有关系的 她也没跟我说19层是腰线层 这位姚经理说 当时销售怎么介绍的 她不太清楚 不过房子和沙盘是一致的 对于这个说法 方女士不太认可 我的诉求就是 我给我换房 以二月份的价格 要么我这套你给我 你给我也可以 那你给我钱要减一点房款 那退也可以 你我的损失你要给我 就是带她去看一下 有没有对她影响 因为据我们设计来说 是往上翻边 跟她是没有关系的 她一直觉得是对她有关系的 那我们现场给你去看过 如果确实还是接受不了 我们再由第三方去协调 去做出方案 她因为昨天也是跟我们交涉过 说直接想第一个方案 想问我们赔十万块钱 那我说 那我们这个没办法 方女士同意 先去房子里看看再协商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